我想你剛剛這個情形 大家都有在現場 大概也很了解 什麼時候開始 國會的公共連線街走廊 變成民進黨的專門區 什麼時候開始 民進黨記者會 只可以從直播上面看 不能在旁邊聽 今天早上我們這裡開完記者會以後 我在黨團研究一些 跟法治主任研究一些討論以後 我就走經過那裡 經過的時候剛好 民進黨我們在開記者會 然後沈柏洋委員在講話 沒有人聽清楚他在講什麼 聽看看什麼委員在講什麼 後來是換到莊瑞雄委員講話 因為這兩位委員都是法律系出身 我也想知道說 他們一些對法治的想法 跟我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他們可能都會按照法律來講 然後我看到外面那時候 我還跟別的記者同仁 記者你們的同行在那邊聊天說 他們在講什麼 早上問了內提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哪一個媒體有什麼新華社什麼什麼 我說那是到底哪一個媒體的報導 我還問了一下 那有一個媒體就跟我講說 自由時報 我就開始在旁邊聽的時候 上網開始搜尋 自由時報到底 報什麼 報什麼內容 然後我在聽他們講話 那聽講話也好好的 我站在門外門邊聽 也沒有表示什麼意見 聽他們講 那想 我還跟記者問說 那個莊瑞雄的臉怎麼紅紅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才關心 然後結果我就聽他們講話 沒想到在中間的時候 我是要就開始 侵犯我的肖像權 直接在現場對我拍照 我在他對面 我也不是公開在開記者會 他就直接拿著手機對我拍照 再沒有經過雲學同校 不過沒關係 我是公正盟路 我也OK 但是這也就罷了 他竟然下一句說他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陳玉珍在旁邊叮燒 他竟然說我叮他燒 這是極濟侮辱性的這個字眼 他這個開記者會是公開的 對不對 今天如果我們現在開記者會 任何民進黨委員要再聽 要在這邊聽 我也也都是歡迎啊 對不對 我們不像民進黨什麼事情 都要用遮羞布遮起來 都用機密兩個字 不然以後他就說 他開的是機密記者會 不要讓任何人聽 只有讓記者聽 他就開機密記者會 以後他就宣布 民進黨團的記者會 只能看直播 不能在現場聽 更多讓我站在公眾 公用走廊上面聽 我聽聽民進黨團的同仁 跟我的想法為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民主社會的表徵 這是我尊重他們的行為 他怎麼可以公開 這樣直接的侮辱我 我當然要憨慰我的名字 我說你怎麼可以說我叮燒 那後來發聲信 大家就看到了 然後他就說 我怎麼跟他 類似我跟他什麼起門打吼 你幹嘛我站在你的門外 你就直接在那邊侮辱我 當場說我叮你的燒 哇 我有什麼必要叮他們的燒 這些記者會不是公開的嗎 都是公開的 都是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的 什麼時候 我們國家必須變成這個樣子說 你怕人家聽到你講話 公開的 也有直播 然後你就可以隨便人家扣帽子 這個我們國家是要回到 我小時候 匪諜都在你身邊那個日子嗎 每個人都要惶惶不可終日 是不是 以後我們 兒女都要不能信任父母 但是要是要走文化大革命嗎 學生都不能相信老師 都要把所有的 跟你意見不同的 拿上去鞭屍嗎 我們國家要走向這個地步嗎 只要這個人跟你意見不一樣 你就公開的侮辱他 然後就開始說 你就是匪諜 要回到那個日子嗎 要回到小心匪諜在你身邊的日子嗎 我們國家這個民主真是發展這麼多人 好不容易走到這個地步 是多少人的這個努力 今天任何人只要跟 民進黨的吳思瑤意見不一樣 他就可以公開給人家扣帽子 說人家叮燒 這點我不能接受 我想剛剛請 因為我是公開站在那裡的 我並不是偷偷摸摸躲在那裡的 我還在那裡跟其他的好幾位媒體在那邊 聊天說到底現在是在講什麼題目 那是什麼內容 我就看一下 還說這個是什麼報導 我要看一下那個報導是什麼 我還上網搜尋了一下 自由時報 就是這樣子 他竟然可以公開侮辱我 所以後面發生就是 所以我覺得 吳思瑤委員 麻煩你應該給我道歉 你應該跟我說 你要把你那句話收回去 如果你不這樣做 就是你敢做不敢當 你敢這樣隨便侮辱別人 卻不敢真正承認你自己的錯誤 好 以上 請問有什麼疑問嗎 你們因為剛剛都在現場 你們想要以後你們在那邊直播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你就是匪諜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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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什麼匪諜嗎 以後大家要過這種日子嗎 我們開啟了 我歡迎我現在公開講 你們現在告訴我 歡迎他來這邊聽 歡迎他現在過來這邊聽 歡迎 非常歡迎 我們這是民主社會好不好 這條左廊不屬於任何人 好不好 你開記者會 你就是不怕人家來聽你說話 還是直播的 好 好啦 那是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退休息 請退休息 可以做的嗎 nac成功